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,科举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好的政治制度了。 它保证了身份较低一级的平民阶层的人们,也可以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当中,可以说是非常公平的了。 一直延续了近一千多年,和我们现在的高考状元一样。 在古代的科举制度也有状元,不过虽然科举制延续了这么久,却只产生了六百多个状元。 可见在古代状元是极其难当的。 大家都知道,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主义的朝代。 结合文章题目,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状元,自然也诞生在清朝末代。 那就直接进入主题,来说一说清末最后一位状元刘春林。 刘春林,自认秦,是慈禧太后钦点的贾臣科状元,被后人拿来与知名书法家严真兴和称评价。 大楷学严,小楷学刘。 何想而知,刘春林的字该是多么的漂亮。 当年的慈禧太后,就是因为听到了刘春林的名字,又看到了她的试卷。 于是钦点她为状元的。 因此,刘春林的试卷,也得以储存了下来。 刘春林的字是为楷书。 下面放图。 大家自行感受一下。 不要以为这是印表基列印的。 这的确却真的不能再真的是刘春林手写的。 刘春林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农民。 生活非常不易。 不过她从小就很好学。 很争气地进入了莲池书院学习。 并深得莲池书院山长吴汝伦、外勤文学家的赏识。 一直到光绪三十年。 刘春林中了状元。 又因为当时的清朝,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。 光绪帝认为,想要打败洋人,就应该学洋人的那一套。 于是派刘春林前往日本深造。 深造了三年。 刘春林回国没多久,清朝便灭亡了。 后来辛亥革命爆发。 刘春林便一直留在家中学习书法。 后来清末皇帝溥仪在日本的维满洲国当了皇帝。 想起了多年前的俄状元刘春林。 于是想请刘春林来到维满洲国当教育部部长。 不过刘春林不想为日本人谋事。 于是果断地拒绝了。 七七事变后,与刘春林同年科考的近世王一堂,投靠了日本成为了汉奸。 想到刘春林有清末状元的招牌。 于是让刘春林出任北京市市长。 但刘春林还是拒绝了。 王一堂记恨在心。 找来了日本人将刘春林抄了家。 虽然后来刘春林花了很多钱,又重新回了家。 但本身就患有心脏病。 加之又受了这么大的打击。 导致病情逐渐加重。 经多方医治无效。 最后适适于北京。 因为刘春林的气节。 很多人都钦佩他。 同时也喜欢上了他的书法。 在至今的书法界,有著大凯学研,真兴。 小凯学刘,春林之说。 同时,刘春林的书法,亦有凯法官当事。 后学刘春林宗之之美誉。 正如他的人一样。 他的小彩字清秀刚净。 令人崇敬。